大家好 一般我们在家庭养护三角梅 想要它开花多 生长旺盛 根系强壮 都建议大家给它使用一些 发酵好的甘养分 因为这种甘养分 既可以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又能让这个土壤 疏松 透气 根系生长旺盛 但是有些话有呢 不喜欢用农家肥 因为农家肥它比较容易招虫 而且呢 不卫生 尤其是在室内养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改用这种蚯蚓分 那么这种蚯蚓分 相对一些羊分 鸡分来说 相对干净 相对卫生 而且呢 也没有任何的郁味 不会容易浇虫 那么我们使用这种蚯蚓分的方法呢 跟羊分也是一样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一些有机质 还有大量的氨基酸 还有大量的有育菌 在这些氨基酸 还有有育菌 还有有育菌的作用下呢 土壤照样变得输松透气 养分足 因为在有育菌的作用下 三角梅土壤中的 一些有育菌 就会被快速的分解 分解成养分 尤其是我们用腐质质多的土壤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呢 也是跟养分一样的 直接松一松表层的土壤 然后给它埋上一些 蚯蚓分就可以了 但是蚯蚓分它的肥效 没那么强 我们要多用一点 平时呢 追肥要追得多一点 比如说 使用富而肥 要用得多一点 那么我们改用这种蚯蚓分 来养三角梅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卫生 更加的干净 不容易招穷 好了 这就是在家庭养三角梅 最卫生的有机养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